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移动 缩放 还有复制 那我们先来直接打开一下心灵软件 打开了心灵软件以后 我最喜欢的一个正方形 然后调成sit的一个perspective 就一边看线一边看一个大概的尸体 那先讲移动吧 移动的按钮就一个 其实你每次看我那个solar图的时候 我那边就讲了 那三张图代表就是说 那个功能就在这些块里面 把你们自己去找 对吧 就这个意思 当然我知道也不太好找了 然后就移动就move 点一下 然后你当然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点右键 点了以后这功能键点 就这个工具点了以后再点右键 再选择比如说n端点 当然这里所有的点你自己去选 反正就选什么样点 比如说但这时候顶字有什么问题 对你可能就要这时候看一下顶字念 你这时候就是要看需要看什么又是 他是在哪一个点 比如说这又是他在顶字是不是要我要这个点 那是ok 我开了三格对吧 就刚snap我一样开这个 然后你看就可以移动 当然也可以这样子移动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样子移动跟那样子移动有什么差别 一个精准一个不精准移动的 就基本上就这样子非常简单啊 不会很复杂 那如果圆形的话怎么办呢 就如果圆形的话 CNU里面所有的圆形的话是这样子 我随便先画一个给你们看 这里你看他只要是圆形的 只要是有圆体 他一定有一条线比较粗的 你看到了吧 能看到吧 这里这条比较粗的 我随便这个地方一定是有一半的 另外一般表现就有一条线了 那通常是这样子 我们通常直接编辑的时候 我们选顶是移动对吧 我们就那我选移动 然后右键对吧 啊移动 然后选了点了这个工具 再点这个实体 再点一下右键啊 然后这时候你就看到 哎我就在顶子上面看 哎你就看到 我其实我现在在顶上这个地方 你看我就能动到 所以说CNU一定有 有一定有一条一条这样子的线 然后那有跟你们说过 C的这种是结构线对吧 那出了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一个 避合线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那通常我们编辑都会怎么样 比如说啊 我现在想在这里开个洞对吧 那我们会有一个小技巧 是这样子 首先犀牛啊 如果是像现在这种简单的 没有问题对吧 哎那可能这样子 我先那个画一个 就这里画个正方形 我给他挖个挖个孔 这个功能是我们后面会讲的 你们要不要知不知道都可以啊 那你看到我会在这个地方开 那我意思是什么呢 我先给大家比如说我这挖一个空 那挖一个空会有一个这样子 那你看我这就一个空对吧 那呃 这里会有一个粗的线对吧 那通常就避免在这种出现 闭合线上面进行一个编辑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现在要炸开了对吧 那如果我的闭合线在这的时候会怎么样 那这里我那我们现在这里是一块对吧 一个实体吗 然后是用很多个面组织吗 那你看到吧 这是我们刚刚剪的那块 这个是我们刚刚那个那个空壳 那如果我们在这一个闭合线上面剪的时候 这里只有一条可能你不是很觉得 不是很意思的怎么说很明显对吧 但是如果一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对 可能是说我这四分之一的 我现在鼠标围的四分之一的这个圆对吧 它就变成一个独立的片 那会导致什么 你最后组合或者炸开的时候非常的麻烦 所以通常避免在这个面上面 而且会避免另外一个东西什么 这样子有一个这个的话就是你话多你就会知道了 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这样子对吧 那我现在把它剪一半对吧 通常会这样子就是说 比如说剪那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 剪一下这样 那可能是这样子剪对吧 那我当然你看我刚刚移动或什么都是完全靠空置点 可能会刚刚好对吧 但平常其实我们不会我们会这样子做 你看会突出一点点多余的数字 为什么了 而且这里你看刚刚好一个平面对吧 都会逼击这个问题 就这样拉高它 你会看到就是说啊 剪都会用这样子来剪 为什么了 因为现在它不是一个计算非常 计算非常强的软件 就计算能力 所以通常就故意说 数字上面故意不弄的很精准 反正你是画外观吗对吧 从外汉来讲你就外观吗对吧 这也是事实 毕竟你不是每个人都懂设计吗 就很实话实说吗对吧 好 那一个我们讲下一个功能不扯那么多了 这个扯的有点久吧 是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功能就这样子很简单的复制 复制是什么呢 这样子 这个就一个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功能复制的话 基本上就这么一个 就你看到没有箭头也没有别的 那我们现在一点对吧 嗯 一样就是刚刚移动一样的 就是说你要选好个点对吧 就是说你这个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就是说 只要是说 这就怎么涉及到你以后的一个操作 操作技巧 那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子 我可不可以输入数字 当然可以一样 就是说反正 如果你学犀牛的时候 对吧 你有点那个CD的底子 其实真的不骗你会好一点点 稍微好一点点 好比如说我现在要50 哎 ok 那我我按下去哎 你看到对 就是说按下去 他基本上就会这样子 让我像这样子 哎呀好像没动到啊 对50这时候才动到啊 再来一遍这样子 还原 刚刚我先选一下这个实体 然后点下右键 对我刚刚是复制吗 对吧 然后我先选这个点 然后选一下50 ok 那你看这次不管我树痕都是50年看到 对这就复制了 那一样呢 因为那这时候不能再有钱了哈 还是50 那你会发现还是重点对100 就这么简单 是不是很简单 那这样子就是一个复制功能 啊 然后就没有别的复制就这么简单 还能怎么样呢 嗯 等一下先删掉 好 然后再这样款周西款周围呗 就是 你懂的呗 就是款周西款周围没有别的了 就是 你个这样子款周西一下 再款周围一下 然后他就你看pust 就是啊paste就是你看这就 那一个搞定了呗 就是这样子 呃很简单的 没有啊 然后再下来最后一个功能的话是说放 说放是这样子呀 哎 那个我再重新拿一个快出来啊 呃说放说放是这样子 我一样没哎 我习惯有三个了 所以我通常计算规整 说放是这样子 就这个这里面有分几个啊 本身用的立体圆比例缩放 一个呢平面缩放 还有一个呢左右缩放啊 这两个不用管他啊 这三个够你用了 原比例缩放很简单 我随便选一个点 然后我随便选一个 再随便选一个那个距离对吧 你看他就不管你看top view 还有那个white view 都是一个随便缩放 那第二个点是干嘛了 比如说我现在点原始点对吧 第二个点对吧 你看 比如说我这时候输入100 你看他整个就跟着100说放了 就这么简单 呃然后这时候就这样子啊 然后这个 呃我们再来那一个讲下一个说放有什么差别呢 第二个 因为这个是概念概念性的东西 你要非常清楚 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子 我一样跟刚刚一样的动作 那我这次我要等到10 哎 你看到了 他会跟着说 但是你看顶字 他就没有那懂了吧 就是说他是某一个单平面上面的说法 并不是一个就是说整体原比例说法 这就是一个差别了啊 这两个啊 一个是2D一个3D 所以说你要看情况 有时候可能就用到一个面啊 这个就是呃 反正就你看你建模 什么时候怎么用 就爱怎么用啊 然后就这样子 就是后面建各种的实体操作练习的时候 我就慢慢给你们就是说应用不同的功能啊 当然如果是说啊 你没有什么想话的 一样下面留言给我啊 我知道呢 我就给你们做啊 然后就这样子 呃啊好 讲第三个 左右说法就很简单了 你看上面顶字 再看一下那个他也看我现在动以前是对 一样他是一个单平面的也是2D的 我单平面反正左右说法 就是说左右平均说法呗 就基本就这么简单啊 那他还怎么样呢 呃当边也没问题 对当边也可以的 对左右也可以啊 就基本上这样子啊 然后今天讲的三个功能吗 移动复制说法就这样子了 好那一个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啊 然后那个视频我争取一个星期给你们分析一遍 好那个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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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魁 降体 我agar 然后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